全红蝉在香港究竟有多受欢迎 直到看见香港特首李家超亲自接见全红蝉 霍旗刚主动上前与他热聊 香港各位达官显贵纷纷前来与他合影 我才明白全红蝉在香港是真的热的爆炸 在这个香港娱乐之都上 终于能看到体育明星强过娱乐明星了 要知道香港号称东方好莱坞 但是香港现在全民追的星都是蝉宝 全红蝉在香港的受欢迎程度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顶流 在奥运渐而代表团防港的晚宴上 香港特首李家超主动上前和蝉宝说 我和我太太都非常喜欢你 你的水花消失数真的太牛了 我们一家人经常熬夜看你的比赛直播 特首言语之间全都是对蝉宝的赞赏 并且全程都是用普通话交流的 在晚宴即将开始刚进入会场时 霍旗刚穿过拥挤的人群 竟直来到蝉宝的身边 弯下腰亲切的跟蝉宝单独交谈 一脸的宠溺 确认过眼神是蝉宝的小谜底无遗了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这位干爹对蝉宝的宠爱了 当奥运家们回到居住的酒店时 蝉宝一出场就被热情的粉丝和媒体团团围住 很多家长都带着自己的小朋友 一起去感受奥运冠军的魅力 场面不输任何的顶流明星 除了政界 商界的各位大佬也基本上都出席了 新任赌王吕志和握着蝉宝的手热情的说道 小泉你好 我是你的粉丝 你所有的比赛我都有看 而我们的蝉宝也面带微笑礼貌的用粤语和老爷子聊着 弱的没有任何背景 强的没有任何对手的全红蝉 从刚出道满脸稚嫩的的黄毛丫头 不被看好饱受争议的她如今用实力成为了体育圈的顶流 她的拼搏 她的坚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17岁的小女孩为了梦想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 蝉宝在采访中说道 如果有热爱就去追吧 不要害怕失败 她也用自己的故事和经历 向我们展示了坚韧 自律和面对挑战的勇气 蝉宝 这位年轻的跳水冠军 也用她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和赞誉 谢谢大家